渣男洗白第二点 记上一个承认 这个是否认 一个承认 一个否认 承认是个 否认就是 这个时候 对男生而言就已经是理所应当 我可以同时有这些人 收网 收网 而且我今天要讲的是人性 渣男渣女都适用 我是薇 我是薇 哈啰大家我是薇又同薇 她是洪欣 洪欣来了 今天自己我跟洪欣来跟大家分享 渣男如何洗白 大家应该都知道坏人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假装好人的 好怕的坏人 这种人才是你最容易被接近伤害的人 而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 真正渣男到底如何洗白 你们不觉得台湾这么小 而各县市的渣男 却一直活得好好的 都可以不断的轮 新的人扎新的人 只有少数被发现 明明很多女生 他们其实都有共同交友权 明明都可以连得到 都可以救 但为什么救不到 因为那些渣男早就洗白了 而渣男是如何洗白 让你往死里跳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 7个渣男洗白重点 将你辨别看起来 像小白兔的真渣男 而且我今天要讲的是人性 渣男渣女都适用 只是因为比较饶口 所以我一律统称渣男 第一点就是 先承认自己的过往 先打个底 当你要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不能把自己塑造成太王子 太完美的形象 因为你就会很容易破灭 我觉得很多渣男都知道 他们自己背景不单纯 不干净 如果往里面翻 女生认识一下 尤其是台北真的很少 很多都会认识 所以这时候 他们会适时的承认一些 自己过去的作为 但是不会讲完全 很会讲自己的故事 先打一个预防针 对 打一个预防针 可是这个预防针的同时 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 这个故事 他的预防针不是 哦 我以前就很烂 我就是会去夜店乱睡眉 睡了一百个 所以有可能到时候遇到 有人会这样跟你讲 他们不会这样讲 他们会塑造一个完美的故事 因为我曾经 家庭状况没有那么好 所以以前我管受不到爱 所以只要有女生喜欢我 我就觉得被爱被关怀 找到自己的价值 有人需要我 很像是满足我小时候 我妈妈都不理我 你知道我父母亲离婚 单亲家庭怎么样 那个时候不会区分 什么是爱 什么是喜欢 所以曾经我犯下很多错误 让你合理化 同理她的过往 然后女生就发挥你的母爱 觉得以前她怎么样 那都是过去的事 那都过去的 因为你母爱爆发 然后你朋友来告诉你的时候 你还会维护她 你会帮她辩驳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我都知道 我跟你讲 我就是那个苦楚 我跟你讲 我曾经就跟我一个朋友 再跟一个 我明明知道 他对方是渣男的人搞暧昧 我知道那男的超多烂事 那时候我就已经刚刚讲说 不要跟他交往 这男的超烂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得到什么 我朋友都跟我说 真的吗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 把我的话听进去 他已经相信那男的所有的话 我在讲什么都于事无补 因为那男的早就已经打好预防针了 当你的朋友在跟你警告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些事情 他都已经跟我承认了 他是好男生 那是他的过往 他的故事全部排向到来而来 后来隔了几年 他们真的分手 恭喜他们 但是我也没有得来任何一个感谢之情 我直接后来就意识到 如果真的没有到要好成这样 不要去讲别人拆穿男生 试着拉上女生一把 因为如果那女生已经摘到爱进去 那个男生的套路都射了 人家这么高级的渣男 你玩得赢他吗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 我听过这种事情 我朋友就是这样 你知道是谁吗 你知道我还被骂 就是我还在家人说 你干嘛管人家 那是他过去什么的 我只能说渣男赢了朋友之情 因为我觉得多数人还是重色情友的 真的只有少数少数人是 就是把友情看得比爱情中 他就很有本事可以说到这样 对这是他的本事 我现在来揭穿 交给大家 真的是蛮有本事的 再来渣男洗白第二点 记上一个承认 这个是否认 一个承认一个否认 承认是跟女方你要的那一个对象 承认过往 然后编造一个故事 讲一点点 打个底 而否认就是跟你上一个情人 就是你对不起他那个 你跟你对不起他那个人 你明明曾经就已经刚刚道过歉 对不起我劈腿 我真的爱上别人 或是怎么样被抓到 好道歉 对不起我是个烂人 可是当你有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 而这个东西越闹越大 可能能不能交了一圈相叠啊 或者是如果你的前任变成YouTuber 然后在上面分析 你过往劈腿事件 如何对付渣男的时候 欸越闹越大 这时候你要干嘛 私讯他 我还是要说 我觉得我以前那样真的不是劈腿 我没有对不起你 我跟你讲 他的劈腿会换一个逻辑 你知道 你知道每个人设定劈腿这个词 就会开始转换 各自解读 他的劈腿可能就变成 哦 有睡觉才劈腿 或者是他有睡 他说这个叫出轨不叫劈腿 曾经的道歉对不起我的话 喂 不见了 他偷换概念 他换概念 对很贱 讲偷100块只是偷 偷10块不是 对我还是偷 但是我承认的点降低 明明当时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你已经在女生那边降低 你自己的威胁性 还有你自己过去的故事 你在那边降一点 就变成两个方各说各话 就变成 哦其实我们是不是分的不好 你看 贱 老许的有爱神恨 乱讲话 再来第三个洗白点 我觉得非常适合运用在各个男生 就是你也会很有用 如果你运用在好的地方 就是主动做一些让对方觉得 很有安全感的事情 我跟你讲 正常很多一般的男朋友 不会刻意把手机封面桌布 或是密码 设女朋友的生日 女朋友的照片 都大大了在那边 因为其实已经出色味 这样子真的蛮丢脸 我跟你讲 如果你不是学生时期 我自己都不会 设我自己的自拍在桌布 我很常 如果看到别人的自拍 脸大大在桌布 我就好尴尬 我自己是不太好意思做这件事情 诶我这样子会很坏嘛 你看到别人的女生 就是或是男生 手机桌布是自己的那种 自拍照 我不是说美照那种 是那种自拍 有点太直恋了 就是有一点小尴尬 我觉得其实这样 好像有点在judge他们 可是就是一般人心中 我们诚实讲 会有一点觉得 好像有点自恋感 看演技 演技轻人 好 但是之前P2 我那个男朋友 但他之前的女朋友 因为他就是骗我 我跟你讲 我们有点复杂 就是他原本有个女朋友 然后后来又跟我说分了 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有女朋友 然后他那时候桌布 都是他女朋友 然后一翻开就是女友桌布 然后到后来我刚交往之后呢 我就跟他说 我不要那种东西 然后我抓他披头 我要看他手机的时候 我不知道密码是多少 然后结果他给我滑开的时候 你知道是什么吗 密码是什么 是我生日 而且是我完整生日 六个数字 他根本就不爱我 他做这件事情是很刻意的 要让对方觉得 我对你很有安全感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按开是我生日的时候 我还说 怎么是我生日 他还说 之前就在你面前按过 你都没认真看 他把按给我看的 你听得懂吗 他按给我看的 他这样子很有安全感 对他要设定很多这种东西 封面底图密码 给你有分量的感觉 对 然后重点是呢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想拍这集呢 我跟他看到这集 应该很不爽 结果我又在偷臭他 因为呢我这次 最近有跟他接触到 哦他换新女友了 可是呢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他呢手机这边 放一张照片 他新女友的照片 最假的这谁会这样 又来了 老招 老招 我看到哦 要给女生安全感 因为如果你男朋友主动这样 你会觉得 哦他不是那种想要否认他或女朋友的人 他到处都承认 你懂吗 迷花油煮给你安全感 对对对 迷花油煮给你安全感 你问他一定会说 哦是女生自己要放的啊 你知道吗 男生就会这样讲 但是呢 因为我对他了解 我是不太相信 我觉得他们会主动释放很多讯息 假面讯息 让你觉得我心里有你 但其实这种东西是两件事 你心里有他跟你要做出这些行为 刻意的表现出你心里有他 其实你还是要看这个人真正爱你的行为 而不是表面上这些事你们要区分一下 虽然你也放你女朋友的照片在底涂 为什么 没有没有没放了 曾经为什么 是你主动要放的吗 我自己主动放的 就告诉你 别人来靠近我的时候 就是看到你 就他们就会自己离开 可是他其实不是你女朋友 你在宣誓主权 因为你有点算是追不到 所以就自作多情嘛 哎呀反正就是我自己晕船啦 就这样嘞 好 不能说每一个只要放照片 就一定他是渣男要洗吧 但通常绝对别有用意 不是那么纯粹自然 你前任有放吗 没有 对啊 你看 但我会不会被 不要上你留言 有可能会在 什么样的 曾经有确认关系的女友不放 只放玩到晕船的 告诉她我心直属于你QQ 这个受害是很现实的 男人越老 累积的经验越多 财库越多 就越值钱 而我们女生 一过三十岁 直接被划入老妹啊 十八岁的女生永远戳不完 所以我们更应该提升 我们自己的经济硬实力 你们不觉得相应对四五十岁的美魔女 完全看不出年纪吗 陈美凤 谢谢经验 他们一定花超多时间精力 金钱在保养上面 可是我们普通人没办法这样保养 凤凰电波九百发就要十几万 但是有年轻漂亮的 谁会优先选择老了脸垂的呢 没关系我们有金马影后 周冬雨代言的 吉蒙大运斗美容仪 推荐者有王兴玲 陈妍希等等 帮你把美容院搬回家 她有别于一般其他机型 只有一到两种功能 吉蒙大运斗是同时拥有 射频 微电流及红尘光技术 三合一的美容仪 那射频是管胶韧蛋白跟细纹 微电流管拉提 红光嫩白 而且她总共有十二级的电片四种模式 轮廓提拉模式 全脸模式 眼周舒缓模式 法令纹模式 大面积的接触面 用一次顶其他美容仪三次了 而且只要删下来 就可以搞定半张脸 三分钟搞定全脸 美容仪拼的其实就是长期使用效果 方便简单 你才有可能每天坚持下去 不然你早就去睡觉了 而且她有别于 他牌单一射频的美容仪 只能覆盖到表皮 吉蒙用的是0.8到2兆赫兹的变频射频 可以真正覆盖到真瓶层的浅层到深层 而且根据专家所说 真瓶层分为浅层跟深层 里面分布着大量的层纤维细胞 那她也是分泌胶原蛋白的工厂 浅层纤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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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胶原蛋白 会往上跑 可以修复我们表皮的损伤 让我们肌肤视觉上看起来更细腻 而深层纤纤纤纤纤纤纤的胶原蛋白 会往下走 让肌肤底部的支柱更稳 更强大 让你看上去更有年轻感 所以要买一定要买变频射频也没容易 才能让你的肌肤深浅层都可以受热大 到更好的效果 那现在就来实测给大家看 好 我已经磨好凝胶 长按这边开机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式 我自己最喜欢用的是这个V-LIFT 脸部提拉模式 底下这一条可以调档位 总共有三档强中弱 但它可以依照自己肌肤的状况来做调整 她要搭载间接式全息电脉充 能量最强也最透 但是最有效 然后像我这个轮廓拉体这边 就是直接这样往上拉 戴上去一下 然后两下 然后三小 哦 哦 大家可以自己控制 美丽就是要付出代价了 我跟你讲 我直接示范给你们看 它这个有多强 但这个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 我只是试给大家看 因为你们感受不到我的感觉 真的 太像做一枚拉体了 看到吗 你看我的眼部 有没有看到这震动 它这个震动并不是电极片在震动 电极片是长像这样子 完全没有震动 完全是靠微电流 是被电到震 电到震 所以很痛 我跟你说 我已经开二档了 第三档我真的承受不起 它真的跟我去音波拉里太像 但是它的原理 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一样 可是像我 你们会觉得 诶 为什么我还是有一些浅浅法令纹 是因为我的法令纹形态 是因为鼻肌底凹陷 骨骼凹陷所导致的这个凹槽 所以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脸垂了往下掉 所以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法令纹形成原因 我可以做的事情是 因为我这边凹进去 所以我上面会更容易 以后老了往下掉 所以我要做的是延缓这一块往下掉 可以把它拉提上去 那它的眼部舒缓模式我也很喜欢 开启之后 它就会变成只有尖端这边 你们看到只有尖端这边会作动 因为眼部的肌肉本来就是分泌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的作动太强的话 反而会让你的肌力增加达到反效果 长期使用省钱省时间 而且它有SGS检验认证 28天真人研究报告效果证明 是有科学背书 长期使用效果看得见 我来了给大家看影片最真实的样子 我给你说我还是有双下巴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有双下巴的基因 我这边就是有脂肪 所以你不可能靠推的 然后脂肪会上去 可是我的皮跟之前那个照片比差很多 但是我不想拍照片 因为我觉得照片都可以修 我直接给你们看各个角度 这是我使用超过一个月的成效 照片是使用钱 我真的觉得我脸太真实 真实到有点丑 容许我把我的眼睛给蒙了 总之呢 就是真的在我身上很有效 现在下单只要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YouLikeUU 就可以再得台币300块 而且在备注来留下我的频道名 嗷嗷威 还可以再买一送三 超级划算 除了有日常送的两只凝胶 还再送价值999面膜 赶快点击底下 资讯的连接 Go 来 好 来 第四个 就是把别人拖下水 你知道把别人拖下水 知道我说吗 渣男烂 我就让你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烂 像成容当年讲 我只是发现全天下的男人都会发生错 他会让你觉得所有的男生都是这样 不是只有我这样 在你的生活中灌输你这个观念 大家男生都是这样 诶 真的 真的 某一任也是跟我说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玩 多多女生都是会玩的好不好 我还算是很浅的 对 他就要拉低大家的水平跟他差不多 让你觉得其实他也没干嘛 没怎样 而且这个有一个非常现成的翻例 可以看一下我的渣男 第21集 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就是渣男 那请问一下 汪永庆 他是不是也有 正宫 二绑 三绑 二绑在也是这样 祸啊 对啊 他也有失真 我昨天没也是这样搞的啊 对 马斯克有几个老婆 十个老婆 在家庭做全球守护 超臭 所以我这样做只是有钱人的象征 然后请大家不要骂我 我觉得我背信忘义 他还给我访问 然后还在涉及偷臭他 没有 他说他以渣男为荣 就是他 人家讲到渣 他就很开心 然后再来第五个 继上一个把大家都拖下水 第五个就是批评你身边朋友的感情 因为很多女生会跟自己的男朋友讲说 哦 你那个谁他男朋友 这是情人节都有帮他过 我们这边都没有过情人节 你平常都带回去吃路边摊 然后还要AA各复各的 人家男朋友都会请他吃饭 然后还买花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时候你男朋友就会说 花能吃吗 花一点都不实际 那么老掉牙又怂 都哪个年代了 而且我为什么会那么省钱 不就是为了卖房子吗 那是我们以后一起要住的房子 我在为我们的未来打拼努力 然后我听过一个渣男最狂的 你知道他都买假包给自己的女朋友吗 然后连在追的也是都买假的 他跟我讲说 在追的时候买假的 如果没追到就算了 那追到的话他就跟他讲说 不是啊我觉得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用给别人看了 我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实际一点 我跟你未来共组家庭 然后女生还信 而且这也是我另个渣男 然后第几集我忘记了 你觉得一般男生 上来你在工作欸 你在工作欸 不行 好吧 你觉得一般男生做得到这样吗 如果你女朋友发现 你买的名牌是假货 可以很尴尬 很尴尬 而且他是交往之后慢慢讲的 就是自己讲 自己讲的蛮聪明的 先承认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是 有没有会讲一张嘴 就是妈妈小时候拿别人家 隔壁小龙都考第一名一样 可是我们都不会讲话 我们都安静静背嘛 想说人家不会人家会转换啊 搞不懂那是因为 你自己给我生的基因不好 你脑袋不好啊 你把我生的聪明一点 我也会这样啊 所以我们自己不会转换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会转换 这讲的我真的觉得 他们蛮厉害的 但是我也是从他们身上 你只要吸取一些东西来 精华给大家 有学到东西 那你会用在未来吗 我会用在未来吗 我不玩的 所以我不会 哦 好吧 但是我觉得第三个 主动做很多事情 就是有时候你爱一个人 可是人家不知道 你也是白白爱 就像你真正付出 可是人家不知道 你就是白白付出 我觉得这社会真的是这样 你耕耘还是要让主管看见 不然你就被人家抢走了 这世界就是这样 受伤的心 对 所以我不是说不付出 而是你的付出的时候 要让对方看到 就像渣男会主动的让对方知道 我给你很多安全感 我怎么样显现出来 所以你要学习显现出来 不是自己默默的爱 最后第六个 他是一个SOB 我觉得超强一个必杀招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渣男 会先假装单身 或是让你猜一下 我到底有男朋友女朋友 没有有没有 等你爱上他之后 我再主动告诉你 其实我有对象 我跟我前任复合 因为一些关系小孩 或什么原因 我不得已复合 让你知道 我曾经可能有欺骗你 或是没有 我自己也很两难 我自己不对 但是我现在是有关系的 而很多女生都是恋爱脑 会觉得 可是我放不掉 我放不下 哭完闹完 还是选择留下 这时候反而你从原本 被伤害者的角色退一步 变成你甘愿融为小三 你原本是不能接受融为小三 其实很多女生 他道德观 他是不会想让自己当小三 为什么还是这么多女生 愿意当小三 因为他已经爱到 他没办法 对他自己扯不下去 可是其实那些运船 是有招数他 一开始就打算让你这样 我跟他女生是感性 大于理性的东西 而这个时候 对男生而言 就已经是理所应当 我可以同时有这些人 收网了 收网了 没错 而且你要想 如果那女生当时离开 那就离开 因为那些男生 其实根本就没差 我把这件事情摊牌 我也睡到了 你也爱上我了 对你可以找 我就是我对不起你了 怎么样演一个戏 或是就算他不是想玩玩 他真的爱到 但是他也是想要独占两个 你不能让一个男生觉得 他可以同时游泳你也游泳他 因为他这样 他就不会珍惜你 他跟A吵架说要去找B 跟B吵架说要去找A 他不会同时看见 两个人都好 有蚊子 不好意思 反正吃完也睡完 不下床 他就是留这句 对 渣男洗白 而且你不会觉得他很坏 你会觉得他不得已 都是那个正宫的错 绑住他 他早就想离婚人 我们才是真爱 对 渣男洗白书 以上6点交给大家 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的 蒙集大运斗美容仪 超划算的优惠 赶快点击底下资讯的连结吧 然后希望最后大家这些招数可以 就是 还要会不会东路出来是不好的啊 会不会都会不好运用 可是我觉得女生就可以辨别 像我现在看到男生 弄那什么照片或什么 我都会有警惕 正常男生已经出社会不会这样 又不是学生 可是我也放过 可是我没有劈腿啊 可是你 他不是你女朋友啊 就只是想宣誓主权 就是一定是有什么刻意的原因 或是你的女朋友超正 你就是想 可能因为我女朋友是蔡依林 蔡依林跟我说 我想要隐瞒这段恋情 你就跪给人家看 你跟蔡依林合照之类 之类 就是一定有什么原因 不是那么单纯 我觉得没有那么单纯 现在很少这么单纯 真的没有 没有在 没有这么单纯 应该说 他就算不是渣男洗白 你也要提高警觉一下 到底为什么 什么原因 还是你真的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你很没有安全感 你放了不会放 因为你会觉得 你都这样对我 那我干嘛一直把自己绑 我可以去认识新的人 我干嘛让新的人觉得 我有女朋友 不合理 或者大家在底下留言 大家觉得这个论点 可以欢迎在底下 说出你的论点 你的想法 一定会不会现在明明 就是渣男的 你在底下说明明就没有 怎么样 我们会看留言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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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 拜拜 开心哦 下班了 哎 他笑了耶 他笑了耶 跟一点狗一样 好可爱 啊啊啊啊 好可爱 你会有足够下锅 狗不掉 酷耶 好爱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